大家好 今天我們做一個素食版的魚香茄子 茄子很多人都喜歡吃 我加了豆瓣醬和鎮江醋 更加香 我是素口仔媽媽 我們準備這些材料 切好材料就可以開始了 切條、茄子、其他切粒 我們先把水放入白醋 一碗水放入湯匙 茄子一切出來就放入水中 就可以保留顏色漂亮一點 其實在家煮菜 如果能做到一些方法 顏色漂亮一點就做 但如果很複雜就可以散略 你家吃就不用太介懷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也不會吃了出來 你說很酸的會不會 不會的 都可以的 一切出來就放進去 然後雞腿菇 剛才已經漏了 我會加一點 滑碟有 素牛肉或者生豬肉都可以 任你有哪些素肉 我就放了些薑蔥蒜 因為之前是做漢 沒有包剩下的 你沒有放進去 沒問題 因為待會我們也會有薑蔥蒜 拌了下去 我這個也適合味 就照樣等 剩下了 你放生豬肉就可以 茄子浸完 我會先拿去蒸5分鐘 如果不蒸 就可以過一過油 不過我覺得蒸就沒有吸太多油 所以我就蒸 炒熱的油 把乾蔥和蒜頭 炒熱的油 還有些蔥白 精油 把醬汁把醬去掉 把醬汁放出來 拿去爆炒 把醬汁來爆炒 等他煎一下 放入鸡腿 另一边是焦黄 炒碎 放入鸡腿菇 放入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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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酱油 放入酱油 还有葱 炒碎 碎子 倒入鸡腿 倒入鸡腿 鸡腿 我蒸了茄子也很軟 但不是最軟的 還有咬口的 放點糖 糖我喜歡放得多 放點酒 放點蔥 放點蔥 這是比較乾的 不是太多汁 所有醬汁都包圍著茄子 因為放了豆瓣醬和生抽 都夠鹹夠味 所以就可以上碟了 我就不再加鹽了 你可以試一下味道 但其實應該夠鹹 剛才我這樣做 好了 就上碟了 剛才那些假裝瑤柱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灑上 就是裝飾 所以你沒有時間做 或者沒有的 你不用特別做 如果不想加豆瓣醬 雞有一點點辣 可以換上 素蠔油 柱喉醬 或者甜麵醬 不過一定要試味 再加鹽 因為這些醬料都比較鹹 這就是份量 可以截圖慢慢看 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素食視頻 好的話 介紹給你的朋友 和分享出去 希望你訂閱讚好留言 和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拜拜